郭德纲的人缘差是出了名的 但是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仅限于相声同行 毕竟现在德云社有着No.1的地位 谁都撼动不了 所以这就不难解释 人缘差了 而且郭德纲亲自说过一句话 无黑目不得云 算是自嘲 但也是实事求是 有一句属于咱们的名言 不知您记得不记得 您说 无黑目不得云 德云社就十年来所参加的喜剧节目 最大的黑目您这是什么吗 最大的黑目就是德云社不能夺冠 夺冠就容易被人说是黑目 所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让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哪个节目 只要是有德云社的演员在 永远离不开黑目 只要郭德纲的徒弟得了冠军 那一定被说黑目 但是最近郭德纲的一个新节目 肯定不会再有人说了 因为这可是央视主办的节目 10月9号 中央电视台正式官宣了 首档喜剧传承类综艺金牌喜剧班 面向全球发布了招聘喜剧人的招募令 还邀请了郭德纲去担任导师 而且还给予他首席金牌导师的这个称号 此事一出瞬间引发各界热议 今天德哥就和大家聊一聊 郭德纲和央视合作有哪些好处 又代表着哪些特殊的意义 要知道郭德纲和主流相声界不合 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这一路走来除了艰难坎坷 更是没少过质疑 成功过后更是被换上三俗的名头 更多的是被所谓的主流相声所看不上 但是无论外界的质疑还是抨击 郭德纲都不曾放弃过 一心只想着将相声发扬光大 他的坚持并没有付出东流 他将德云社打造成了世界相声第一团体 几乎垄断了商演市场的90% 将相声传遍了千家万户 走进了年轻人的世界 将徒弟们培养成了各节目的常客 徒子徒孙遍布全国各地 而且这次受到了央视的青睐 邀请他担任导师 还给予他首席金牌导师的这个称号 你把它弄好了可不容易 对啊 你说让观众哭啊 让观众如何如何都很容易 真发自废虎的开心这个 有点技术 需要点技术 同台的三个人 虽然都是金牌导师 但是在名字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郭德纲和喜剧之王陈佩斯两个人 却是多了首席两个字 要知道陈佩斯在喜剧界的地位 可是无人能及的 影响力甚至在赵本山之上 这次央视邀请郭德纲 以如此身份亮相央视舞台 算是变相承认了 郭德纲的喜剧地位 他的能力得到了央视的认可 其实要德哥说 相声并没有主流不主流之说 谁能够说出让观众喜欢的相声 那就是好相声 而不应该是某些曲艺协会领导 来判定谁是主流 如今央视请郭德纲坐镇当导师 就是因为郭德纲的市场号召力摆在那里 而央视不拘一格 善用人才的做法 也势必会让此节目大火 从另一方面来说 外界一直传言 郭德纲和央视有矛盾 这事是没有什么时政的 因为2013年 郭德纲本人登上了央视的春晚 和于谦表演了败家子 在14年到20年之间 德纲一哥岳云鹏 早已和央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多次作为春晚的唯一相声节目登台 就算有点小矛盾 得都多少年过去了 没必要再纠结了 这次也算是破冰之旅 郭德纲登上央视 其实对于相声行业发展来说 也是好事 德纲社和央视如果能长期 更深远的合作 估计会让更多的人了解 甚至爱上这个行业 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 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更高境界 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 这次的节目到目前为止 学员还没有全部公开 德纲社是否有演员参加 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目前已知的人员 郭德纲的徒孙高鹤彩徒弟 张玉和霍星辰赫然在列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 消灯会相声社的一名相声演员 我叫张玉 我是来自上海消灯会的相声演员 郭清琛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你们 在你们演的时候 两位老师一直在笑 而且刚才一直在夸你 我需要做一个介绍 我有一个徒弟叫高鹤彩 他从德纲社毕业之后 到上海去发展 成立这个消灯会 这两个人呢 是我徒弟的徒弟 所以我们之间有这么点渊源 他们俩是我的徒孙 我是他们的师爷 然后这两位做奶奶就好了 这两位做奶奶就好了 不再晒出金牌喜剧班选手的大合照中 郭德纲评书门弟子周培炎也身在其中 如此专业的导师阵容和央视大舞台 只要是有真本事的演员都不想放弃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再次提起郭德纲的那句话 只要德纹社演员赢了 那一定是有黑幕 相信郭德纲和德纹社应该也想证明下自己 毕竟在央视的舞台上赢了 谁还能说德纹社黑幕啊 难道央视也在包庇郭德纲吗 之前有媒体就金牌喜剧班这个节目 对郭德纲进行了专访 郭德纲不但透露了节目赛制 自己的评选标准 还数次大夸央视 说果然是大平台大风范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没有内定 之前参加了那么多档节目 内定的说法没听到多少 因为郭德纲和德纹社背了所有黑幕的锅 欢乐喜剧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自第二季到第六季 郭德纲一直担任节目的主持人 例如岳云鹏 张云雷 郭麒麟 张赫伦 孟赫糖 烧饼 哪一个都没有逃脱了骂名 而同样是郭德纲担任导师的 《我为喜剧狂》一二三季 到第四季的时候 焕苗复担任了导师 那一季青曲社的选手也不少啊 也没到有哪些人说黑幕的 但是因为没了郭德纲和德纹社的加持 收视率骤减 最后的结果是 第五季至今雅无音讯 难道只允许人家参加节目 而不准人家拿名字吗 实力在那摆着呢 难道为了不被黑 降低自己的表演水平 相声有心人 孟赫糖荣获冠军一样没有少骂名 这也就不难理解郭德纲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真正的黑幕 是德纹社的人不能参加 成绩好 人家说你黑幕 成绩不好 人家说你水平不行 简直是大型双标现场啊 这次的金牌喜剧班 有央视的名声镇压 还有郭德纲事先透露的 无内定 徒弟们再参加 应该可以给德纹社证明了吧 如此看来 郭德纲登上央视舞台 算是互利共赢 是有德纹社的人气 和郭德纲丰富的经验 一定会收视率爆棚 而对于郭德纲来说 也是向脱离三俗更进一步 大家对郭德纲 此次央视的合作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